大家好,我是美珍 鸡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盘中餐 也是大马人首选的肉类 同时鸡肉最近更成为我国最热门的话题 先是鸡肉涨价,接着又爆出供应不足 导致西马半岛多个地区出现鸡肉难求的窘境 为了解决鸡肉课题,首相马上宣布落实五大措施 当中包括暂停出口活机 然而只要鸡肉供应短缺的情况一天没有解决 民众都要随机应变了 不过民众必须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生的鸡肉还是熟的鸡肉 吃了变质的鸡肉都会让人非常不舒服 民众一般在采购食材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次过购买至少一个星期的份量 然后收入冰箱再慢慢煮来吃 然而民众也要当个精明的消费者 在选购生鸡肉或者冷藏鸡肉的时候 可以透过四个简单的方式辨别鸡肉好坏 首先是观察鸡肉的颜色变化 新鲜生鸡肉一般是粉红肉色 至于开始变质的鸡肉颜色就会逐渐发灰 一旦鸡肉颜色看起来灰色多过粉红色 这意味不能再食用了 接着就是纹纹鸡肉 变质的生鸡肉会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 如果生鸡肉开始发出难纹或者强烈的气味 最好把它丢弃 第三个方式是摸一摸鸡肉 感觉是否有些年华 不过由于鸡肉本来就有些年华 因此不像看颜色或者纹气味那般 容易辨别出鸡肉的好坏 因此唯有用水清洗鸡肉后 才能确定是否已变质 而最后一个方式则是检查 冷藏鸡肉表面是否有冰霜 如果鸡肉表面结有一层厚厚的冰霜 这块鸡肉就已经变质了 西马多个地区出现鸡肉供应短缺情况后 商家和消费者无不叫苦连天 索性在格勒格海的东马沙拉越和沙巴 目前没有面对这个情况 只不过沙巴副首长拿都斯里杰菲里吉丁安担心 到了丰收节时 沙巴的进口鸡肉供应会有所减少的情况下 造成鸡肉价格上涨 另边乡沙拉越勤出业工会则呼吁政府 取消管制鸡蛋和鸡肉价格 并让浮动市场来决定售价 沙拉越勤出业工会恳请政府 不要再延长大马一家统治品价格控制 因为这项举措已造成鸡农的严重亏损 以及影响畜牧业的正常运作 同时该会建议政府可以采用三个方式来帮助农民 那就是第一 开放市场让鸡肉和鸡蛋价格自由浮动 第二提高津贴数额 以及第三提高鸡肉和鸡蛋的顶价 另一方面 大马一家促销活动从去年12月推介以来 已在全国222个国会选区的1702个地点举行 在活动进行期间 吸引了将近280万人次光顾 销售额更是达到5454万8000令吉 由于反应热烈 因此原本在今年3月22号结售的大马一家促销活动 已延长到今年的6月 随着西马部分地区出现肌肉短缺问题后 预料民众在采购时都会抱着饥不可施的心态 无论如何消费者在全球性涨价潮期间 应该要调整选择并且购买手需的分量 另外首相一放话 政府不会向任何试图威胁民生的一方妥协 除了要求农业部和贸销部加强执法之外 首相也强调 任何囤积或者须意破坏肌肉供应的人士 都可在相关法令下被吊销执照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感谢观看